国度基业邀请到了前以色列国防军中校 现任吉瓦提军旅协会主席的伊扎克 来与我们分享以色列的最新战况 让我们一同聆听关爱以色列 精彩内容包括来自加沙前线的最新战况 哈马斯会造成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吗 吉瓦提国防军旅展现犹太人兄弟情谊的楷模 英文分享中文及时翻译 欢迎大家预留时间 11月20号周一美东时间晚上8点 美西时间下午5点 亚洲时间11月21号早上8点 我们线上不见不散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感想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想 就是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周末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然后经历一些事情 引发了我们比较深的思考吧 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有去北加州嘛 那回来之后呢 这个心情也久久的不能平息 然后脑子里面也一直在想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对那我们去的时候 那个感觉还有回来 因为开过去要六个小时 开回来也要六个小时嘛 对 我们有非常多时间这边彼此交流 然后彼此想说我们去要干嘛 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想说 我们这次得到了什么 这一次的旅程 不是旅程 这算是出差吧 对真的耶 这次真是出差 而且是我就是自从工作以来 也不是自从工作以来 就是我人生中我第一次出差吧 就出公差呀 然后我就是抱着激动无异的心情就去了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 如果要是有大家还不知道的话 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样一个周末 我们有去了北加州 主要活动范围是在Fremont 因为旧金山太可怕 所以我们没有去 在这里呢 真的再一次感谢北加草根的邀请 那我们当时去呢 其实当天的人数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 对 我以为大概二十个人 你又想到二十个人 我真的想到就是大概十个人左右 就是邀请我们的人 还有他的朋友 对 因为我们这次去不是任何一个教会邀请去的 是 就是一个草根的一个活动 然后想要去旧金山那个这样 stir it up什么东西 我一开始的时候压力好像也很大 我也蛮大的 对 就觉得说我们去 而且别人又花了钱了 然后呢 又要帮我们去做 要帮我们办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不能落气 我们不能漏气 对 而且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神给我们的这次机会 还有邀请我们去的人 还有要来参加的人 就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而且我们一定要deliver一个教会基本上不会讲的信息 或者是教会不敢讲的信息 所以我们为了这次信息 我们也祷告了很久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到了现场的大家听完这样的信息 大家感觉如何 但是我们自己感觉说还OK是吧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对 我很喜欢 然后我们这一集的视频呢 会在这个礼拜五放出来 因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比较长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慢慢去看 就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那这次呢我们去到北加 我也感觉到说北加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以前也去过北加 可是这次的北加跟我之前去三四年前 已经大变样吗 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很多很多 我们都知道北加那个地方就盛产homeless 也不光是北加吧 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也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看到那边homeless 就是在我们住的宾馆马路对面就有个homeless 他虽然没有家 但是他居然搞了七八辆超市的推车 然后里面满满当当塞的都是他的家当 然后他可能还怕下雨被淋到 所以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什么东西 把那个车子全部都遮起来 那我们看到这种很可怜的人会在街上 然后我们也看到北加的治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 差到一个就是让我惊讶的程度 而且就是北加州的人对治安差 大家都是非常有共识 每一个我们见到的人都知道 而且他们每一个都会特别叮嘱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不要把任何的东西放在车子里面 哪怕你可能丢了一件衣服或者丢了个什么 就是都会有人觉得说你那个下面是不是有东西 他就会把你的车子给砸开 然后把你的东西给拿走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到了那几天 一直在被警告的 就是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在你的车子里面 你跟真的是可以感觉到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地方 对 我们你记不记得 星期六晚上的时候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是 然后我们经过的那一条路 那一条路旁边全是trailer park 然后那边是非常可怕的 那个景象 然后旁边trailer前面还有帐篷 然后呢 帐篷然后就是那个homeless 就在前面这样走来走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推着轮椅 就这样走出来 那你在一个市区 你晚上在外面搭帐篷 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安全了 而且还在大马路上 而且他就是完全不怕车子 因为你如果撞到他的话 好像就是你会怎样 他不会怎样那种感觉 没有我觉得或许他已经习惯了 就他每一天看到这些车子 他都在这里穿来穿去 他就知道这些车子不会撞我 所以他就是意高人胆大吧 可能已经学会了躲避车子 这样的一个技巧 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就是 治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OK 然后homeless的问题 真的是很严重 很严重 而且大家是觉得好像 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肮脏的事情 你看到脏的东西 已经感觉是 这是平常我的生活模式了 对 那这个我觉得是最糟糕 而且最奇特的一个地方 很可怕 就是大家已经慢慢接受 好像说 就是北加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东西 都带下车 只要你下车的话 所以什么什么什么 那包括北加的消费 也是很夸张 大家都知道 其实洛杉矶的消费 也已经算是很高了嘛 在整个美国来说 可是我没想到在北加州 哇他那个消费 真的是贵到一个 让我感到害怕 就是惊讶 就是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天早上呢 去吃了美而美的早餐 因为美而美嘛 我知道在台湾人心目中 都是一个 就是哎呀早餐 然后突然那美而美 就开到了北加州 那我也想说 因为我们这个同行 有两位嘛 都是台湾人 Ethan跟Persela 我想说这个 我也久闻 美而美的盛名 我想说 那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吧 就是美而美的早餐 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 然后我们就发现 天哪 他那个小小的三明治 然后我们四个人吃早餐 居然吃到六十块美金 然后他那个三明治里 也没什么内容 基本上就是两片薄薄的面包 他那个面包 不知道为什么 比一般切片 还要薄的感觉 台湾进口 对 然后就是两片薄薄的面包 然后中间夹了个什么蛋啊 什么黄瓜啊 什么 就是一个感觉 好像我都做得出来的三明治 然后我们都点了 就是每人一份东西 然后一杯喝 就只是这样而已 四个人六十块美金 那当我们在现场 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说 哎呀我们来到北家 感觉这个太贵了 然后大家的反应 好像觉得说 哎这很正常 还感觉我们好像吃便宜了 哈哈哈哈 对 那这个其实是 在南加州 你想四个人吃六十块的 美金的早餐 不知道要丰盛成什么样的 嗯 耶啊 美而美真的是太夸张了 真的太夸张 跟你们在台湾都不太一样了 对我点一个总会三明治 嗯 然后是十块三毛五美金 然后再加上税 然后还有什么 他还跟我要服务费 还什么的 一个 对你算成台币的话 那就是 三百多块 四百块 一个三明治 嗯 这是没办法想象的 对那当然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都是比较废话 没有什么太多的重点 其实我们这次 让我们真的思考很多的 是在这样环境里面的 北加的朋友们 很多时候他们都说 哇你们南加 哎呀 好好宁洁呀 然后我们好羡慕啊 我们感觉你们南加的人 都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其实我这一次到了北加 我才觉得说 真的就是有种 绝处逢生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能够有这么一批坚定的人存在 我感觉到太开心了 而且我感觉到更开心的是 这些人居然还有在看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真的太荣幸了 朋友们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北加 能够看到你们 能够认识你们 能够跟你们讲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太荣幸了 好 那这次呢 我们在北加朋友身上 可以学习到很多精神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北加有很多大的教会 那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在教会或者这个组织 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存在的问题就会多 为什么 因为一个简单的 敬拜神的地方 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人事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话题 我们不能讲 然后什么人的口舌 也会变得很多 如果你要是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你要去做出一些反应 比如说我要去这里做这个 我要呼吁大家签名 怎么怎么样 就会被人criticize 就说你这个就是属于肉体的反应 你只要祷告就好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在教会界 发生的事情都有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教会有软弱 一起追求神的同伴有软弱 但是他们没有抱怨 他们不抱怨 而且他们没有泄气 他们没有觉得说 我一直在做这些 神给我感动的 然后我回应神的呼召 我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还被人指责 我还被人骂 这个样子 他们没有泄气 他们反而更加努力的 去学习耶稣的样式 他们在教会里面 努力的服事 而且他们没有因为人的反对 还有质疑 就停止这些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非常 厉害的一个地方 北加是一个非常非常 左派的一个城市 他们身边真的全部都是敌人的情况下 他们邀请我们去那边 而且还给我们租了一个场地 然后办了一个特会 这个样子 这对我们来说 这是只有在很绝望的人的身上 你才可以看到出来的勇气 所以大家真的要帮他们加油 我常在节目上说什么 北加完蛋的什么 北加你可以找到艺人 可以找到艺人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说我们要帮这些艺人祷告 用他们的生命去改变其他的人 对 而且我们居然发现在这样一个地方 有一个教会 有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是真真正正开始的在家教育 他们培育出属神的孩子 非常非常棒 我们有去采访方舟进行会的牧师跟师母 然后他们一群基督徒 在那里创建出来的一个community 创建出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完全基督教的文化 让孩子可以在这里成长 然后爸爸妈妈整个家庭 都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成长 这个的成功 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们真的做得太棒了 而且你看牧师跟师母 他们两个是非常谦卑的 是的 他们不会讲说什么 我当时就是怎样 就是我这一声令下 然后我怎么怎么 他就是说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学习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 我看到这个家庭教育 我觉得说这就是我要的 然后 别人问他说 家庭教育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我要的 然后他看到 他跟他小孩一起去成长 一起同工 然后建立出来 他真的是以他自己为榜样 建造出来一个教会运作的模式 我们每一个人 每次看到这个叫什么 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觉得说什么 哎呀你看这边的人多好 什么这个资源共享 然后各方面这东西 哎呀好像是共产主义哦 不是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啦 嗯 我看过很多教会 但是那个教会是 听起来还有看起来 最像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 的一个华人教会 因为所有的父母 所有的爸妈都知道 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然后每一个孩子都有方向 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小孩的中文 哦真的 ABC哦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美国 我们的中文都会变烂 我都烂了 真奇怪 是哦 对啊 然后他们的小孩是 就是讲中文的 就是你 你没有觉得说他是ABC 我都吓到了 我本来以为说 哦他是ABC 可他居然跟我讲中文 然后他中文的程度想说 哦那他不是ABC 然后我就问我说 那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人家说我是ABC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中文的程度 真的是把我吓到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家教育 然后这些孩子你说 他中文讲得好 他英文根本也不差 他英文一张嘴 就是就是native speaker嘛 他就是道地的美国人嘛 就是这个样子 安妮塔跟我讲了一个词 这个安妮塔 我们12月份的时候会访问她 她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小朋友 也是在家教育的 也是在家教育的 她这一次要run for congress 哦所以我们12月份会推出有关她的节目 那安妮塔有跟我讲话 她就讲一讲 她就讲中文 然后她就说了一个词 她就说精简 我就 哦哇哦 这么难的词吗 精简 对不对 你可以不用讲这么难的词 你完全可以讲说 哦简单 或者是什么什么 他居然讲了一个精简 然后当时整个人我想说 这个小孩的中文水平是很高的 呀 对 而且对我来讲 我看到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对我来讲 是我这次去最大的收获 就是什么样的教会 然后你想 然后什么样的教会 叫做很健康的教会 然后祖父 孙三代 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聚会 然后他们有同样的目标 然后都在建造小孩 然后他们不是说我放弃 因为通常 大家在教会的这个认知 就是我一到教会之后 然后就是 爸爸去这边 妈妈去那边 然后阿公阿嬷去那个长青社团 然后小孩去什么 哪里哪里哪里 儿童学 对 那他们就全部在一起 然后 这样子一起聚会 然后他不会觉得无聊 不会在每个人那边 我们那天 星期六晚上的时候 我们去了我们一个观众 他们的家里 吃饭 那个小孩 我们一进去之后 他就坐在他爸爸妈妈的旁边 25岁的一个小孩 就坐在旁边 也就是参与在我们的话题 聊天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笑 就这样 对 这是多难做到的事情啊 不是 而且他 他也是ABC 对 我们在聊的东西 他全部都听得懂 而且他还会搭话 他 因为你知道你已经习惯ABC 就是说像我们讲中文在一起讲中文 ABC在旁边 他哪怕是陪着 你也知道 他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 可是他是完全明白我们在讲什么 而且我们讲一讲 他还会插话进来说 哦 那个什么什么 真就把我吓到 我每次都就说 你应该是个不懂的人 但是你就居然都明白 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家庭的礼貌 是有的 而且长幼有序 是有的 总之我看到的就是 一个社区 一个教会 当所有的人 都在建立教会的时候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对我来讲 是非常深刻的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 对于教会的观念 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们这一个 在家教育的 这一个社群里面 他不只只是说 我只提供给我们 在这个building里面 聚会的人 你们如果在其他教会聚会的 你想要家庭教育 你想要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欢迎你来我们这里 然后他们也没有说 抢羊的这种行为 就说 哎你看你都来 我们这在家教育了 对不对 你要不要就也搬到 那个我们教会来 没有啊 人家还在原来的教会服饰 但是他说 我们这个社群 我们也欢迎你 然后你的小孩 也可以跟我们的小孩 一起成长 所以这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教会的概念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有我们的观众 他们就进入到 当地的共和党的组织里面 去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说实话了 你说他是为了金钱吗 名利吗 为什么要进去 因为共和党那个里面 必须要有正义的人 去帮助他们投票 不然他们就会有 很糟糕的人 去做这样的决策 但是他们 那很年轻的人啊 很年轻的观众 那他就进到 那样的组织里面 他去影响 而且他会了解到 一些内幕的讯息 而且他会知道 要在投票的时候 要做什么正确的抉择的时候 他会去尽他自己的一份力 不知道是因为 我们平常遇到的人 比较多 比较杂 然后我们这次去 真的就是 精英中的精英 还是怎么样的 真的是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发挥 然后都在回应 神给他的感动 然后每一个人 你就看到神做工作 把每一个人 都放在不同的地方 去让他们做 在家教育的 你就去做在家教育 然后在共和党里面 去影响你就去 然后在做什么的 你就去做什么 做连结的 你就去做连结 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神 把他放在那里的 战略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好让人感动的 一个画面 对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对 而且不仅如此 我们还认识 两个好厉害好厉害的人 他们最刚开始 是从这个监票 就是说你那个选举 投完票之后 他们刚开始 从监票的义工 开始做起的 结果他们在监票的时候 就发现说天哪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他们看到太多 让他们没有办法 接受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花了 非常多的时间 还有精力 去研究选举公正 包括他们当地 所有的 比如说投票机 或者什么什么 哪一个县 投票 他们研究非常非常多 那天他们给我们展示 好多好多的数据 对 我都不知道 要花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精力 去做这些的事情 但是他们真的付出 他们真的付出 我们这次看到的人 他们真的都是 付出的实实在在做事的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 太敬佩了 他们真的是希望 他们这一个社区好 他们真的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生活的环境 我们可以有公平公正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哪怕很多人 对他们不理解 很多人想说 哎呀你搞的干什么 对不对 哪怕很多人 慢慢慢慢 在北架中 生活已经变烂了 他们都已经习惯说 我车里就是 不能放任何东西 不然我被砸 我是活该的 我看到homeless 在路边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是很正常的 我只要不要理他们就好 但他们知道 这样是不正常的 而且他们希望 生活可以恢复到 原本的平静 哪怕很多人 对他们不理解 哪怕很多人 对他们指责 哪怕很多人说 哎你就是熟肉体的行为呀 怎么怎么 你只要祷告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是神允许他发声 他就要发声 所以怎么怎么样 太多太多的说法 但是他们没有理 他们花上时间 花上代价 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觉得真的太感谢了 因为你知道 在他们做的这些里面 我们在南加州 甚至其他 在整个美国人 我们都是受益的 你觉得这种事情 在北加州就会停止吗 你觉得你看到的 这种打砸抢的东西 只会停留在北加州 在Fremont 在San Francisco 在所有这样的地方 不会的 这个东西像 那种蔓延的癌症 它会很快的 你现在看到北加州 或许我们在 那个南加州的南边 那个东边一点 好像感觉还好 你觉得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南加吗 这种癌症蔓延的很快的 它会蔓延到整个美国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 在那里阻止 没有这些人 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更多的人 不抓紧时间 兴起来的话 这个应该 花不了几年的时间 很快你会看到 在全美国这样一个蔓延 这次我最大的看见就是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独的 而且你觉得你在这边 做得很辛苦 很累 然后没人了解你 有同样的人 在北加 在其他地方 做同样的事情 跟你一样 你们如果说可以 有彼此到认识的这个机会的话 赶快彼此认识 你们会是很好 很好的占有 你们会是 可以真的是协助彼此 然后不让彼此跌倒的一个 这个方法 让对方坚持下去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吧 那这一次呢 也是达到了 就是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的 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就是一个连结的作用 因为我们这次 发现说 各个教会的 就是不光是说 有这样一个教会的人 有过来 好几个在那边 好几个教会的 AN News的观众 在当天都聚集到了一起 而且我觉得 真是那一天 都是神国的精兵中的精兵 聚集到一起 那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教会 很先锋的 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教会 很有影响力的 而且他们很多人 在这个之前 其实并没有互相认识 我以为他们都是认识的 后来我问了 那个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这里面有80%的人 我都不认识 说他们一般都是 比如离的比较远 是别的教会的 虽然这些人 可能在当地 都是很先锋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认识到 但这一次 他们通过 AN News 因为我们两个来了 所以这些人都 sign up 然后都过来 然后大家就在 那一个场合里面认识 所以我希望呢 因为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彼此认识 我希望在之后 这些人可以有 更多的连接 因为在北加州 你们就是战友啊 而且你们可以在 社区中 可以发挥更多 更多的影响力 在推动各样的 翻转上面 大家都拧成一股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完全 没有意想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来讲 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这是一个 什么叫做合一 合一就是 志同道合的人 合在一起 在真理上面合一 不是说 我们只要办个 很大的特会 然后呢 一群人在一起 哦 又有几个人来 我们哦 我们是有几个校团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在真理上面 有共同的目标 的这个样子合一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 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或许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 这个品质之精良啊 是啊 是啊 对 不是说我们两个 讲得多好 是里面的人 带给我们的讯息 有多么棒 对 里面每一个人 都带给我跟 弗里霞生命当中的成长 我们看到 方舟教会 有这么样子一个 有意向的一个教会 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 有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童工 在那个地方 推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 去寻找在那个 一堆数字里面 抽丝剥茧 把每一个选票的机制 机构 然后每一个 superintendant的那个 拿的薪水 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算出来 然后说问题出在哪里 对 我们是有这个样子的人 在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每一个人 他们都在做一个 非常有用的 而且大家都可以 使用的一个资源 这一次 AI News的一个 小小的聚会 就让彼此 他们可以彼此认识了 他们可以彼此连接 下一次 如果说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是可以 互相去 彼此运作的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一次的聚会 我希望能够鼓励到 有来的人 然后之后我们 有这个录影放出来 我也希望可以鼓励到观看录影的人 但是其实这一次最有得着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得到了非常巨大的鼓励和激励 我们也看到有这么多的人 真是不计一切代价 你说他们这样做 有钱拿吗 没钱拿 他们甚至自己要搭上钱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北架的曹根 我们去这一次 给我们买宾馆 你说那个宾馆钱多少钱 真的很贵 给我们买宾馆 然后帮我们开宾馆 然后带我们去吃饭 还有帮我们租场地 然后帮我们做所有那种小东西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些小礼品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 大家付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不害怕 就是我们在平常在节目上面讲的东西 大家真的都是有同样的感觉的 是 我们不可以害怕 我们再也不能害怕了 我们再害怕的话 其他的人比我们更害怕 我们如果基督徒再害怕 然后再没有任何作为的话 我们真的 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救 真的就没有任何翻转的机会了 是 所以我们不可以害怕 而且我们要把握住 每一次神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来翻转我们的时代 我们要把握每一次 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这一次去北架这个 短短从头到尾 准备时间不到两个礼拜 一下啪啦全部都订好 然后我们就说OK好我们去了 就这个样子 当神要你做事的时候 你就是要马上去 然后这是我想要讲的一个就是 牧师真的太辛苦了 特别是那些去外面各地宣教的牧师 我在看正立心牧师 我到处走到处跑 他来洛杉矶一趟 星期一三五一二三 还有什么什么 然后一天可以讲三场 对 我们那天讲了一场 OK 我下午我声音就没了 对 然后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就整个这样子 吃饭的时候 我眼睛都张不开 对 我们后来开会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 大脑都没再转了 下一秒马上就要睡着 就是你会知道 出差在外面 真的就很辛苦 比我们想象中的 因为以前没经历过嘛 对 就会感觉 其实真的是非常累 然后自己经历的时候 你再想到 其他就比如说 我们看到正立心牧师 什么下了飞机 当天来就可以跟我们录节目 然后什么那个 来了之后 什么晚上就开始讲一场 然后第二天 什么那个上午一场 中午一场 晚上再一场 什么一天三场 就这个样子 而且他之前 还有生过病嘛 身体 你像我们年纪清新的 我们就是搞这样一下 你就身体 就这样 就感觉 我后来就感冒了 对 所以真的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我们看到 北加州的各个朋友 也都这么不容易 但是一直在坚持 他们没有一句抱怨 反而做的 真是力上加力 我相信这个是 从神而来的力量 从神而来的力量 让他的仆人 可以有这样的力量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真的各位太棒了 而且是给我们 巨大无比的鼓励 还有安慰 谢谢你们 然后最主要是 帮你的牧者祷告 是 我知道很多人 在现在在自己的教会 觉得很无奈 很没有 想要改变什么 力不从心 啊 执事会怎样 教会怎样 领导怎样 牧师怎样 帮你的牧者祷告 带着你的牧者 变刚强 你可以带着你的牧者 你就不是永远 都一定要牧者带着你 你有义务 要带着你的牧者 你就像拿单一样 要告诉在上掌权的 这个大位说 嘿 你知道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羊啊 另外一个人 你讲个故事给他听 对 你要让 你要翻转你的教会 这次我们的讯息 就是这个样子 教会 是 神的奥秘 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翻转 这个时代 为什么我们要翻转 我们现在的处境 为什么我们要为了 我们在地上的产业负责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教育好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下一代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一切要从你开始 帮你的领导祷告 你在教会觉得很无奈吗 帮你的教会祷告 不要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你是要翻转教会 让教会变得跟你一样刚强 而且你不可以放弃 你要跟保罗爱教会一样爱教会 你要跟耶稣爱教会一样爱教会 你要爱教会 耶稣都爱教会 你凭什么放弃教会 所以不可以放弃教会 一定要持续的去聚会 然后帮你的领导祷告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也在跟大家 这算做个广告吗 就是有很多人说 那个有一些牧者觉得很惊讶 就说你们还接受邀约吗 你们还接受来教会的邀约吗 对 我们是完全open的 我们是可以接受教会的邀约 我们也可以接受个人或者团体的邀约 欢迎来联络我们 如果认识我们呢 大家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如果跟我们说不太认识 欢迎发email给我们 我们对这些都是完全open 不管你在哪里 现在暂定美国国内吧 国外就先不去了 怎么样 那个要是去趟国外 还得进医院住两天吗 不用吧 我上次那个有人 那个去印度短宣 然后回来吃趟全是被文子丁的包 不要想那么多了 为神做工吗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呢 是完全open的 如果要是大家有这样的感动的话 欢迎来联络我们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没有受到一些鼓励呢 那我们这个去北加州分享的 这样一个视频 这个礼拜五就会放出来 欢迎大家介绍收看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菲莉莎 我是Ed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哇 好棒的蛋糕 有你们的名字在上面 哈利路雅 这边 我做的不好 你也做的蛋糕吧 谢谢你 跟紧 七二半天就切一半的 你就是 切下来 你其实是什么 这不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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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